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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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個紙箱堆積如山 幾乎要滿到天花板 鏡頭往右轉 有群志貢加緊腳步 整理這些愛心包裹 我有裝鞋顏喔 一模一樣 喔 拍過一種 看鞋 它還有一雙很漂亮 很新的馬鞋 跳的時候 我有捲過鞋子 然後就是救鐵救命 然後我就是捲到鞋子 然後今天有機會 就可以到現場幫忙 大來往我的學生 大來往我的學生 同班同學嗎 對 我們有同班同學 我們幾位是負責 然後這邊幾位同學是負責 我們那就是分 男鞋女鞋同鞋衣服 衣服跟包包 衣服跟包包 好 倉庫的另外一端 有已經分類整理好裝袋的舊鞋 全部都是民眾的愛心 要送往非洲偏鄉 給沒鞋可以穿的窮人家 不說你不知道 舊鞋送到非洲 在台灣已經行之有年 七年前首次在台灣 募集了五萬多雙舊鞋 不過現在遇到了危機 也因為都更 但今年真的要實施了 所以大概在八九月 就是全部要拆掉 但我們現在還在找地方 可能需要有一個夠高的地方 我們的物資可以堆 不只面臨牽草的問題 舊鞋救命國際援助計畫 也因為疫情的關係 受到很多阻礙 2020年那時候東非開始鎖國 那這個鎖不只是國際上鎖國 還有國內鎖國 運費用從本來三千多美金 標到六千多美金 我們本來可以兩百個三百個居民聚在一起 幫他們清沙灶 發送物資 我們的確是停了幾個禮拜 幾個禮拜之後 社工就覺得說 不行啊 那些家庭還是有疾病的問題 沙灶的問題 所以我們那時候決定就說 要不然這樣子 我們就挨家挨戶 去一家十個人去 然後再到下一家 再到下一家 再到下一家 到府服務聽起來不錯 但這也代表 人事成本 運輸成本 都大幅上升 不只如此 肯亞的偏鄉村莊 更出現飢荒的問題 在這個樹困包裡面 我們提供了玉米 豆類 白米 一些小米雜糧 油 鹽 還有肥皂 在疫情的過程當中 其實我們還是一樣 繼續幫他們蓋學校 挖水井 做農耕的教學 或者是很多的社區發展 現在當務之急就是找到 300坪左右的新倉庫 希望租金能省則省 如果能省的話 它都是非洲最終能夠 孩子可以多一杯乾淨的水 所以希望大家還是幫忙些許 突發中心台北報導